明星故事会我是大嘴 离婚律师当中有这样一段 就是吴秀波和翟天琳两个人的对话 吴秀波说 兄弟啊 你这点事跟哥那事比起来简直不叫事 就这段事现在特别的火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吴秀波年前火的一塌糊涂 翟天琳年后火的一塌糊涂 两个人同时是因为人设的崩塌 那么吴秀波这事跟翟天琳这事 真能相提并论吗 当然能了 吴秀波这个事 说白了就是个人人设的崩塌 无论是找小三啊 找几个女朋友啊 那跟外人无关 对吗 个人品德的问题 但翟天琳这事 就不仅仅是个人品德了 他当然也有个人品德问题 你一直在撒谎 在塑造自己的人设 但是公共利益也被侵犯了 你想想 他连论文织网都不知道 他论文都涉嫌抄袭 他如何论文过神 如何拿到的博士学位 如何博士后学位 这个事情 那就是公共社会资源 往名人明星这里倾斜的问题了 公共资源可以说是国家的 人民的 社会的 为什么向个人那里倾斜 这就是涉嫌了腐败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也开始说了 翟天琳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彻查到底 我们也期待着北京大学 能给社会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 一个答案 你觉得吴秀波这个是恶劣 还是翟天琳这个是恶劣 欢迎评论说出你的意见 我是大嘴咱们评论区接着聊 好 好